在人和愛為基礎的孔子教育思想方面 是對於這個教育的高難 優惠 突然 亦都成為我們在教育實踐的重要準成 教育中學既是一所文化積電深厚 教育傳統鮮明的學校 同時亦都是一所朝氣蓬勃 學生多元發展 充滿時代氣息的學校 不僅舞蹈隊在浦江九湖聖明 書化亦都成為學校被公認為一個特色 在機械人的小組亦都海內外履獲樹榮 兒童合唱團 亦都是一支訓練有素的 我現在說 在教育的辦公室前 我們的教育國都是石火類類 教育國將會一胡一如記廣感 大力支持學校的發展 同時亦期望學校繼續以澎釀優秀文化傳統 努力運用新的教育理念 教育模式 課程資源和技術手段 在新的歷史時刻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在這裏讓我們衝心祝願 穩均落校間和在座各位身體健康 聖誕節和新年 大家愉快 多謝 很多謝梁局長 秩序生致詞 有請廣東出版社責任編輯 吳曼華女士 有請 謝謝 各位來賓 各位領導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來到治理 澳門是一個面朝大海 風景優美 氣候實益的地方 澳門也是一個神奇的地方 它經歷了都洲文明 400 年的洗禮 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使它擁有獨特的風貌 魅力無窮 它是中國人 人均GDP最高的地區 而澳門教育中學是一所有著百年歷史的老校 在這樣的繁華之地 且堅守中華傳統教育 把儒家思想作為辦學宗旨 不由得讓人對它產生深深的敬意 今年是孔子誕成2564週年的紀念日 作為思想家 好 amen 社區 想在一起